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应的就是美国的问题 为什么要回应美国问题呢 因为现在俄乌战争 真正出得最多钱 最大力支持的乌克兰就是美国 虽然诸多限制 即是无论是钱 无论是武器 甚至规划了千多 不要在俄罗斯展开战争 也都在制空权上 对乌克兰诸多限制 但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美国有不同的声音 虽然现在你看到 拜登是全力支持你要钱给钱 你要人你给人 最重要不要为陈大文 但是这样的环境 有另外一种声音 就是共和党 共和党 他们发出了一种声音 而不单止是马斯克 甚至是特朗普都是 他们不希望这场仗再打下去 他们希望用小小的土地 或者另外任何的方法 可以能够和平地完结这场俄乌战争 那当然你问扎连斯基 他当然绝不答应 但是真正的钱 权 不是在你手中 而是在美国手中 那这种声音很大 尤其是特朗普 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成为2024年的美国总统 就是下一任 这样现在拜登的全力支持 会不会因为特朗普上台 然后将整个游戏规则 全部改变和资源 这个也是整个西方国家最担心的事 因为对于美国来说 并不是说他直接受到俄罗斯威胁 而他们评估的就是特朗普所说 他说只要他能够上任的第一日做总统的话 这样即时有办法能够令到俄乌可以即时和谈 结束这场战争 这样有没有吹大到 我不敢说 但是在他任里面 俄罗斯是没有发动过攻击 也都见不到金正恩 肥仔欣射过一个导弹 那你说他的他的政绩放在那里 究竟会不会发生呢 不知道 但是现在全世界都在观望着 如果特朗普上台 俄乌战争的走向会是怎样 马斯克直接这样也都说了 不希望再打下去 人命伤亡 那美国这种声音 虽然现在他们并不是大多数 但是会不会影响了选情 影响了乌克兰 现在你看到扎连斯基 每次有人质疑的话 他都会起架 然后告诉你听 不行 他才是唯一 他帮你们顶住了俄罗斯 但是始终都 哪一个给钱 哪一个就是老板 你不可以以为你遷阅 其实之前扎连斯基都做过一次 直接令到美国佬也好 令到西方国家都有些难堪 结果收不到货 接着他才转向 这个很政治的现实 也是真真实实发生当中 所以扎连斯基他正式回应 如果特朗普他赢2024年的话 美国究竟会不会继续支持 扎连斯基说得很远转 他说这些全部都交给美国人民的选择 这个当然了 因为是美国选总统 全世界是盯着究竟特朗普是不是一如既往 那你问我 我觉得特朗普在某程度上是会缩减支持沃兰的 但是你说他会取消或者完全停止 不会 因为这个并不现实 长仗打了这么久 胡有伤亡 尤其美国人扔了这么多的精力和人命和钱 那你说人命不是他出 但是沃兰真正出了 而F16也已经到了沃兰的境内 只要受训完毕的话 这样他们就会开始运作 在这里 我看到扎连斯基也说得对 这个交给美国人的选择 那当然如果你问我 即是刚才我讲的一样 不觉得有任何的转变 但是收缩是必然的 是因为乌克兰的贪污腐败 甚至最近连军头都换了 你就知道乌克兰的贪污是有多严重 实际上他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民众 他们不停提出质疑 就是说扔了这么多钱下来 究竟你有多少钱 你有多少东西是没有了 是贪污走了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这个因为现在战争当中很多的问题掩盖着 就是说大家有些东西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不能够在这个时候爆煲 不能够在这个时候讲 所以这个才是现实 并不是外界看得这么简单 所以有另类的声音就是说不能够再支持 乌克兰就是这个意思 那来到这里 扎连斯基正式回应了 就是说交给美国人的选择 但是他是有信心 而至于特朗普会不会成为下届总统 也都成为了这一场战争的走向 究竟走向哪里 因为看不到在入冬之前 俄乌战争是可以决胜负 如果一拖到冬天的时候 大家又可以重新再摆过 这场战争 如果你问俄罗斯 俄罗斯就确定是拖 为什么普京要讲 因为他们都在等 因为相对友好的特朗普如果真的换人 能够给他上台的话 俄罗斯会不会逃过分裂的命运 因为一个独裁国家没有外力的话 一路打下去 很有可能就会令到他四分五裂 只要他输这场战争 但是如果特朗普的话 分分钟改变了乌克兰 改变了这一场战争的走向的话 这样普京很有可能逃出生天 现在普京在中美夹击底下 又难为了家嫂 看着习近平现在越来越坐大 自己越来越弱 习主席在一点都不给面子的时候 那你说 心里面是相当难受 但是他要解决这个问题 他又不能够独立这样自己解决得好 所以是相当难看 这样 你问扎连斯基 扎连斯基不想换总统 这个是必然的 不想特朗普上台 这个也是正确的 但是你看就是普京 普京就很渴望 喂特朗普你快点回来啊 救下命啊 国际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什么都是利益 但是我也觉得 美国举国之力 民主共和两党 虽然他们对于撥款 是出现了分歧 就是说 撥款比乌克兰是有了分歧 但是看不到共和两党支持的情况下 会放弃这一场战争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支持 也可以请大夫一杯咖啡 拜拜 IM澳洲移民公司 专注移民20多年 为18至47岁香港人 精选最出息的移民课程 全程学费 港币15万内 无需阿斯成绩 我们为18至31岁的港人 申请工作假期签证 合资格人士 雇主愿意提供劳工移民担保 有护理资格的港人 可以推荐雇主安排工作 扮理劳工定居签证 无年期上限 我们亦为50岁以上的港人申请居留签证 澳洲比英国更容易找公同入籍 无论在香港 英国 台湾的朋友 想移民澳洲 就快点找Christie啦 感谢你